詞曲 李宗盛 王燭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郭兆介老師 來 何兆菊老师可以说是在台湾美术史当中 横跨着一个日剧跟战后的这两个时代 第一代的这一种战后成长的这些艺术家 具有日剧时代的情感跟经验 也有战后的这一种国民政府时期的 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 他说我的时代是一个变动的时代 我们学到了如何把各种思想风潮基于一生 那么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不断的自我精进 以融合为主 吸纳为辅 成就了一个包容广阔 那么带着各种现代前卫主义的思想 却始终站在物相的出发上 那么成为一个台湾类立体主义风格 最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简单的讲 从立体主义的物相分割 解构 再构出发 加入野兽派的多彩 那么形成了一个野兽派的色彩 与立体派的形式分析不断对话 不断交融 不断前进的一种风格 当时我看到皮卡索展览回来 画一张镜物赶这样刷 后来再一年我画很多在日本停留港口的帆船 刷子刷了 结果拿到第一名 如果没有看皮卡索展览 我没有勇气画那一种画 这个很早的画 这个1960早年的画 像这个画 仔细看一下 我是画悬空庙那个时候还没有工作可以上 要爬铁梯 上去了旁边的树林 可是我用的方法是画到一笔一笔画 所以当时展触的时候 大家觉得你表现方法跟人家不一样 合照曲老师一生 他的绘画没有离开过实景 但是也绝对不是实景的客观的记录 他实景是引发他创作的根源灵感 但是透过他的心愿 给以实景进行再造 所以画心中之景 这些心中之景 随着他心情的变化 随着外在景物的变化 而无穷无尽 就两张 这个是画德国的凯撒教堂 一般战争的规定 古籍教堂是不能炸 可是他的教堂被炸了 这个前面的礼拜堂 跟后面塔没有了 然后尖塔坏掉了 我画一张夜景 很美 这个教堂 后来我用想象了 画了红的 当年被炸炀火 那种感觉用红热画的一张 所以很多情况 我们是没有到那个现场看到的 我们完全是就那个一刹那的感动 一定要把它留下来 何兆奇的一身热爱旅游 他可以说从这个国内走到国外 在他多元的这一个景物的发现之中 他并不是在做一个实景的捕捉 那么而是做一个从实景 他说我像针刘一样 把这个实景拿来 那么这个提炼之后 取其其中的精华 那么所有的景物提供给他创作的养分 到最后形成他独自的绘画语言 那么这当中水景海景 那么对他来讲既是一种绝佳的题材 但是也不可否认很多的山景 那么这个九份也好 这些淡水的山上的高尔夫球场 在他的笔下都形成了一种各自的特色 那么水景的特别明显是因为淡水它是一辈子画的最多的地方 淡水风景 我先要讲小白宫前面那个蔡佳 我原先是借蔡佳的一个燕子那里画图 画得快完的时候 突然间上面乌云来一阵大雨 我到他家里躲雨一下 从他客厅看出去那个观音山非常美 后来他说楼上更好看 画很多观音山 几乎就是他家里窗口看出去了 所以都有窗子的边 窗口的景 他就一间房间给我用 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 那是一九九年了 后来小白宫还放十张淡水风景 其实这个景是蔡佳那个屋顶上看了视野 但是我画的时候没有在那里写生 其实这张画已经是写意了 就是看过很多 画过很多以后 哇 是纵活的一个景 如果我们要讲说 何兆曲老师的一生 有没有一种阶段性的划分 不能说没有 但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 比阶段性的图片转折更为强烈 可是我看到很多 像苏丽世看到 他们老画家连画错都没有 但是他已经构思了 展他的回顾 他的风景 他那个画跟廖俊森先生 几乎一模一样的作风的 这么好的画家 都是画瑞士风景 所以当时我就一直在巡礼 在欧洲两三个月就想到 我还对这个抽象表现主义 那么向往 这个对不对了 有一个心里就会有一个缓损 我也能不能回到台湾 构地的港口 很多山也很有名 这个很多乡村也很有名 为什么不把台湾的 美丽宝岛的景色多留一些 所以人家说 你怎么现在画风改 其实我不是画风改 我的方向要走 留一些台湾美丽宝岛的景 开始画全身的风景 我走过马祖 澎湖 绿岛 蓝宇 台东所有的港口 一直到花莲所有的港口 中国时报有一天 有一篇文章讲 李王头快断掉了 要不要做一个盒子 把它装起来 我就有一天去学生 留一张 结果人太多 我没有办法写生 我回来照几个角度拍了 李王头像 我把旁边自己把它框起来 当了箱子把它装起来 最起码将来如何 但是我已经留一张 李王头像 永远在我身边 只这样带一点感情 画了这么一张 我觉得画图需要画 画好玩有趣的作品 不要太认真构度 以前就是太认真构度 画得很激进 所以老画家希望大家突破 我希望大家有自己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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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